hello大家好 我是协商会 你的人形主书机 提起这个天地会啊 我估计很多人都听过 基本都听过吧 通过这个金庸小说 什么这个陆顶记 唯小宝啊 青木堂 乡主是吧 跟着这个总作主陈济南 反清复明 小说啊 毕竟是小说 这个金庸老先生呢 在小说里头 这很多都很多事都是正经历史 这不假 但是呢 关于天地会这点事呢 他老是 他呢 从一定程度上 也推动了这个长毛的发展 今儿呢 咱来聊聊天地会的事 我看呢 网上有人说 这天地会就是鸿门 其实这说法呀 不全对 天地会呢 它属于是鸿门下属的一个分舵 鸿门呢 有一共是五个分舵 天地会呢 是其中最有名的 其他呢 像是什么三合 鸿门会呀 刨哥会呀 小刀会 哥老会 我估计您怎么着也都听说过一些 关于这个鸿门这个总舵是怎么来的呢 我看这个也是众说纷纭 甚至啊 还有往这个神话角度发展的 其中我觉得比较靠谱的 应该是这样 当年这个郑成功啊 击退荷兰什么东运动公司 占据台湾岛啊 这说实话 我对郑成功的评价没那么高 他当时打台湾岛呢 多少有点走投无路的意思 但甭我怎么说吧 人家毕竟当年打出了一个旗号要反清 您要反清呢 不光只能在台湾待着呀 是不是 您得有点实际行动啊 于是呢 这郑成功就成立了鸿门 这鸿门总部呢 驻扎在大陆啊 作为这个反清的前站 后来呢 这个南明鸿光政权灭亡了啊 史核法逊国 手下呢 有一个幕僚叫尹鸿胜 啊 他又组织了一帮人 接着反清 后来又被消灭了 在剩下的这多人里头 有五个幸存者带着一帮兄弟就投靠了鸿门 这五个人呢 也成为了鸿门的五个舵主 也就之前咱说的几个分舵啊 这五个舵主呢 以天地会为最大 但是这五个呀 都要向这个郑成功表示效忠 郑成功呢 手下有一个幕僚 叫陈永华 这个陈永华呢 就成了这个鸿门的叫总舵主指挥 哎 这个陈永华呀 在大陆活动的时候 没用真名 用的代号 代号叫陈进南 这个鸿门呢 有五个分舵 那顺理成章的 这五个分舵就管五个地儿吧 其中呢 这天地会主要的活动范围 就在台湾呀 福建呀 两广 但是包括像北方 什么甘肃也都有他们的人 这些个地区啊 您要是听过之前节目就知道 乱 哎 地区上种种那个势力错综复杂 想在这种地儿生存下来 那没点硬本事 肯定不行 天地会呢 就仗着自己势力大 训练了一只这个 多达两万人的武装力量 这帮人呢 就潜伏在民间 白天跟老百姓一样 跑地呀 工作呀 该干嘛干嘛 晚上呢 组织训练啊 那会儿民间啊 可以持续 是不是 什么刀枪剑极 副月钩叉 带尖带刺的 带道指钩 带绒带绒刺的 什么都有啊 反正这种东西 老百姓是可以拿着的 这天地会呢 除了训练之外呢 还会策反这个 两广地区的群众啊 让他们暗中呢 支持自己 官府多次围剿天地会 都在这个老百姓的告发之下 这天地会呢 就提前撤离呀 或者就武装抵抗啊 反正就很难被除掉 但是随着这时间的推议啊 这天地会呢 就慢慢的失了事 为什么呀 他们口口声声说 要反清复明 但是您这大清朝 现在还可以 是不是 没比明朝差 甚至这个康庸前时期 这老百姓生活水平 还比明朝时候略高 这当年苏秦苏继子说的一句话 使我有洛阳三寝田 焉能配六国相印 这苏秦您都知道 战国时期纵横家 对吧 身上配着六国相印 那他为什么呢 当初你要是在这个洛阳 给他三寝田地 他就不造反了 他就不想这些事了 对不对 老百姓不说这样吗 谁当皇上 他也得种地呀 交税呀 大清朝让这帮老百姓有地中 那老百姓造反干嘛呀 加上这会天机会 喊了这么多年反清 是不是 没见什么实质性的行为啊 所以这帮老百姓呢 就不爱讨哄了 不爱跟着一块凑热闹了 天机会呢 得不到群众支持 那日子可就苦了 这个乾隆33年的时候 他们组织了三百多人 准备攻击这个福建 张州的张浦县 谁知道这人还没聚情呢 就被当地群众举报了 官府呢 就排兵围剿 把这个主谋 十来个主谋都给杀了 剩下三百多人呢 也都被抓了 这个除了群众不支持之外 天机会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 是在内部 像刚才说的 这老百姓能活着就不想造反了 换言之 您想造反的 那都是走投无路的 这里头啊 肯定是有大清朝迫害的成分 但是更多的呢 是那种穷凶极恶的人 对吧 劣迹斑斑 背着案子的 背着人民案子 这帮人聚情了 那你说是反清复明 那实际上就是想零元购啊 对不对 所以历史上真实的天机会啊 跟小说中什么义搏云天呀 什么仗义书才 一点关系都没有 都是一帮什么 为非作歹呀 鱼肉相礼这帮人 这帮流氓碰头了 那您这天机会的这个纪律性 组织性 那就可想而知有多差了 乾隆33年 那次造反不成 又过两年 35年 这天机会呢 再次组织起义 这次领头的啊 是个和尚叫万勋龙 这回呢 他就吸取上回失败教训了啊 咱们得秘密抽话 不能让别人知道啊 不能走漏风生 还给自己呢 找了个幌子 是不是 我们这是奉了明朝宗史 一个叫朱振兴的命令 对吧 他领着咱们大伙 一起推翻这青腰的统治 咱解释一句啊 这个明朝的这个朱家的宗史啊 在这个顺治康熙年间 就基本杀光了 后来这个雍正皇帝 想给这十三陵找个守灵的啊 那你得找朱家人啊 但是找来找去 没有朱家人 是不是 后来找到一家 人家已经是汉军旗的啊 早就投降大清的一个明朝宗史啊 这个朱振兴这人呢 大概率是编的 但甭管怎么说吧 这次这个造反看上去啊 也是声势豪大 但是没开始就失败了 更惨 为什么呀 这万云龙啊 这和尚啊 不是什么正经和尚 正经和尚谁他妈造反呀 对吧 这和尚啊 这孙子吧 在什么庙里头好 窝昌俱赌啊 日日饮酒作乐 这不是和尚干的事啊 这周围群众也看不下去啊 给他举报了 真不是知道他要造反 就是甚至看不下去 他干这种破事了 对吧 官府拿来人茶吧 这个万云龙呢 正喝的是明定大醉啊 这衣冠部长就躺床上了 身边都是妓女 那会儿嫖娼啊 咱说实话不是罪 对吧 这官差也是闲的 过去逗下去 哎 和尚 琪姐 哎 你看你身边这几个小妞 好家伙 比我还好 就把这万龙云给叫去了 随口问问 干嘛的呀 叫什么呀 谁知道 这万云龙啊 以为是过来抓自己的啊 以为自己造反这事又泄漏了 慌了 嘴一瓢 把造反的事给吐露了 关柴一看 得了 行了 这回 大功一见啊 是不是 这万云龙呢 就被带走了 据说后来给管了 这领导人都不这么不靠谱 那您琢磨 手下人能有多好啊 总而言之吧 这天地会啊 到了乾隆时期 那就是一帮流氓家无赖 对吧 流氓无产者 黑社会团体 干那事啊 还不如日本这山口组呢 这天地会一看 行了 咱也别装了 对吧 反清复明就甭琢磨了 干老本孩打劫吧 还别说造反不行 打劫一门领 人专业干车 天地会仗是自己人多呀 而且大多数是亡命之徒 很快在这个福建两广地区 就杀出名号了 各大主干道着啊 都是这天地会成员的影子 见人就抢 以前就杀人 从这反清复明 彻底沦落成了这打家接舍 那当地被天地会搞得鸡犬不宁啊 不过这会儿啊 已经是这乾隆朝后期了 大清国力早不行了 官府想平范力不从心 天地会呢就做大了 官府不行了 那民间就得自己来呀 于是呢 在这个福建啊 两广这个各地 什么各村子里头吧 都自发组织了自保的那种势力啊 跟天地会对抗 这下啊 那更多人遭殃了 为什么呀 这种村落自保组织 只认自己村里人 旁人一概不认 啊 见着生人下意识想的就是 这孙子不会是天地会的吧 干的 于是这路上很多无辜群众都不敢上路了 因为这几个村子之间经常是有那种大规模的泄斗 动辄着好几千人的那种大规模泄斗 这帮路人呢 那前怕天地会打劫 后怕村落自保组织伤人 那不能不上路啊 怎么办呀 冒充自己是天地会的 反正这村的我是混不进去了 是不是 那我只能冒充天地会了 有50%的概率不被打劫吗 怎么冒充呢 这天地会啊 有一套自己的切口啊 就是黑化春典啊 比如说这个踩点探路 叫踩盘子 这个官差呢 叫鹰爪孙啊 生人碰见呢 呼包姓名 咱们都说您归姓啊 人家不是啊 人家说您包个腕儿吧 比如说这人姓王啊 那就说自己我虎头腕儿的 这老虎脑袋上啊 有一个王字啊 虎头腕儿姓王啊 那我姓赵呢啊 我登陆腕儿的 这登陆用来赵明的呀 取一谐音梗 谐音梗扣钱 这春典这事啊 特别复杂 咱日常生活也用不着 以后有机会再跟您说吧 除了这套这个切口呢 这天地会还有一套手势 比如说啊 这俩天地会成员 碰面了 不能张嘴说 我天地会了 那不行啊 怎么办呀 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 说一句什么呢 一拜天为父 二拜地为母 就算表明身份了 说实话 这套什么切口啊 手势啊 都不难学 好多老百姓呢 为了这个避免散财 路上碰盛节道了 就这样啊 一拜天为父 二拜地为母 那天地会对面一看 行 懂脑中人 放行了 但如果您不用这套手势切口 那就倒了没了 1837年啊 天地会呢 结了一个读书人 这读书人啊 刚刚知道自己没考上秀才 心情特别低落 回家的路上碰着节道了 他知道这个这套手势 但是这个读书人事后说啊 我不想跟这帮流氓无赖为伍 所以我就故意不做这手势 结果呢 身上财物 打劫一空 连这衣服鞋都给扒了 后来这个读书人到家 得那两个坏事碰一块了 大病一场啊 还做了个梦 梦见呢 有一个身穿黑袍的白虎老头 让自己到人间 襄瑶除魔 这个读书人呢 叫红火秀 后来改了个名 叫红秀全 这红秀全 刚刚开始传教 收纳信徒的时候啊 这天地会 就对他们进行了多次围剿 为什么呀 红秀全这帮人啊 以客家人为主 客家人啊 在那片地方 人不少啊 但是呢 不受待见 这具体原因特复杂 您可以大致理解为 像是这个犹太人 被基督徒排挤 有点那个意思啊 大致这么理解 有的那说 这客家人在一块特抱团 面对天地会打劫 那客家人抵抗 尤其强烈 被欺负惯了呀 这天地会在当地 那可是一直称王称霸的 有时候那官府送的这个税银 这天地会都得劫啊 你要不然你得给我准备点路费 没受过你这个呀 是不是 您这还手还还太狠了 所以呢 就对洪秀全 他们那个组织 在这几个村子呀 就疯狂进攻 您也别忘了 这村子是有自保组织的 啊 他们的目的 就是别让天地会过来惹事 您洪秀全 现在天天勾着天地会来打 你这哪受得了啊 所以这各个村子 也开始驱赶洪秀全 洪秀全没辙 后来呢 就带人跑到了津田县 这个津田县呢 当地有一家特别有钱的人啊 他们家呢 一家人都是洪秀全的重视粉丝 都入了教 这家人呢姓石 家里头呢 有个孩子叫石大开 太平天国异王 这个洪秀全在那儿啊 那还算基本安全吧 不过呢 也没受周围这个各种 这官兵啊 自保组织啊 天地会的攻打 所以说啊 他后来那个津田起义啊 说实话 与其说是起义 一开始就是守不住了要跑 你知道吧 后来跑着跑着 这就做大了 再往后呢 这个长袍贼 那就搞大了啊 天地会在这边一看 这不是当年被我们赶得到处跑 那洪秀全那小的吗 这小的都能占半壁江山 我们也得行啊 就开始起义了 不过您听我之前那种也知道 就凭他们啊 流氓无产者 节道可也起义没戏 所以这1854年的时候啊 这个洪秀全当时已经占南京 占了一年了啊 这天地会呢 在两广地区 搞了一个叫大成国 号称要跟这个洪秀全平分天下 还派出了一个使者访问洪秀全 但是被那个东王这个杨秀卿直接就给挡了 这会儿洪秀全呀 压根就不拿正眼看这帮人 不搭理他 后来呢 这个在1863年 大成国被灭了 您别看存在九年啊 但是这段时间啊 大清就全力以赴征讨洪秀全 1858年又赶上二压 对吧 这大清就没正式来剿灭天地会过 后来呢 这二压完了 洪秀全也完了 缓过劲来了啊 碾军又起来了 所以说这大清啊 是用业余时间的业余时间 征讨的大成国天地会 就这样也才活了九年 对吧 三级 可见这帮人是真成不了事 从此之后啊 这天地会在大陆基本上是没什么动静了 反而在国外有很多什么鸿门的那种帮会 之前我直播的时候 有朋友问我 这个天地会反清贡献大吗 我觉得是这样 在大陆贡献不大 反而那些外国的帮会啊 后来支持孙中山闹革命 又是出人 又是借钱 那个贡献是真的不小 但是后来又被孙中山摆了一道 那是后面的事了 再往后这个到了今天 您只要能见到有头有脸的鸿门 那都是正规化的政党 比如说台湾那个最大的鸿门党 鸿门志工党 那些还在走什么黑社会性质那种鸿门分子啊 名声挺大 什么古惑在名声大 没什么东西 得了 关于天地会这点事呢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吧 这其中好多内容您也听出来了 我呼伦呆过 之后有机会 咱展开再说 看着这帮人胡搞啊 特别有意思 我是夏仁冠 你的人心故事剧